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从小到大我的新年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因为在吃年糕的时候就感觉到是 像过年为什么甜在心里 然后就抱着这个甜甜的感觉去过年是最美好的 最喜欢就是亲人到家 在这个时刻的时候我是最期待的 黄衣对我来说是比较舒服的 一直以来从中学在校队的时候 比较会接受黄色 从小到大我也有告诉我们 三十晚上的时候不要关灯 把灯亮了到明天明初明 他说开灯之后就是未来就是一片光 到现在我都是年三十晚上一定开灯的 我家最擅长的就是跳远 我有一个叔叔他的花名叫什么兔子 因为他跳远的时候那个沙地 他就跨越整个跨过那个沙地 所以我们家里每一个人都很会跳远 但是我很怀念一个老师 就是老师他叫他Om Tee Heng 因为Om Tee的时候他就常跟我讲 你要好好读书 你要整天再发梦 身上Om Tee Heng 他反车到其他学校了 那时候真的upset了很久很久 到今天我真的很想见到他 因为是真的 自从我已经搬离家乡之后就很少 但是我还是有在网络上 WhatsApp 跟他们一起互相问好 到今天都几乎每一天都有问好 所以新年的时候一定要看Ethika新年赫税短片 在新语里面呢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如果你看了之后呢 一定会让你深思 你到底要做什么 应该要去见谁 应该要珍惜谁 从这一刻开始 你要好好地珍惜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非常重要 很多朋友莫名其妙说 离开了或者是发生意外 没有保险的话 突然之间出现这个状况的时候 你拿什么现金来去撇这个状况 保险一定要回来 我自己来